大家好 我是小屁 韓服天壇11月2號的更新消息出來啦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並且打開小鈴鐺 秋天的慶典第二週會開放什麼活動呢 11月2號到11月30號這段期間 會開放一個全新的活動副本 叫做古代沙漠 那你在禮拜六的晚上6點到7點 可以開始來進行使用 入場時間就是提早10分鐘開始 那這個古代的沙漠是有限定人數1000個人 並且你入場的費用是1000名育幣 其實這個古代沙漠之前就有玩過了 那我們就再繼續看下去喔 裡面是安全區域 那進去之後就是會有這個九個柱子 那九個柱子你按它的話就可以傳送到對應的九宮格 然後就會出Boss 然後你出Boss之後隨機啦 這個九個宮格裡面的Boss都是隨機的 打死之後就可以來減寶囉 對然後裡面是可以那個回捲的 Boss掉的東西除了原本它在遊戲中會掉的東西以外 還有這個古代硬幣箱 那這個古代硬幣箱的部分打開是一定可以獲得1000名育幣 然後500到1000的變身或者是娃娃幣這樣子 接下來是這個秋天的慶典第二週的第二個活動 持續一個禮拜 這個就是奧塔的Hot Time 那這個我就不再多做解釋了 奧塔Hot Time 這段期間內每天都還會發送一個奧塔Hot Time紀念盒 裡面會給你一張救護證書 然後一張奧塔傳送卷 跟一顆萬能補充寶石 就是面面俱到 給你上去免費玩 第二週兩個活動以外 官方也有將接下來的活動預告 給弄出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囉 下禮拜部分 則是這個君主的召喚 11月9號到11月16號 那這段期間呢 你只要有完成三個血蒙任務 就可以獲得一個血蒙幸運箱 那血蒙幸運箱打開就可以獲得獎勵 但目前獎勵還沒公佈啊 因為這只是預告而已 接著第三週的部分 11月16號到23號 就是這個松木魔杖召喚BOSS活動啊 就W的那一個 那你獲得這個松木魔杖 你只要每天三次捐獻就可以 有一定的機會獲得藍色或英雄的松木魔杖 然後就可以召喚出BOSS 那就是打王啊 這中立盟可以打王的一個好時機 最後就是11月23號到11月30號 這個沙漠獸人 但是這個是強化版的喔 這些獸人呢 會在下午1點05分 晚上9點05分 出現在雅丁王國 那打死之後經驗值跟葉子會獲得更多 並且會有機會獲得三臂跟藍變藍蛙 最大獎還有機會可以獲得殺蟲背獎 所以說這一次的這個獸人 有代保囉 好那看完了這個秋季的慶祝之後 接下來再來看一下 這個禮拜的更新 11月2號到11月30號這段期間 又有季節簽到囉 那一樣是200萬天幣可以購買 接下來就是UI的這個優化啦 你今天如果是在村莊裡面 在安全區域的村莊 你可以直接傳送NPC 我就直接點那個NPC的這個名字 就可以直接傳送他身邊了 非常的方便 接下來就是你如果在使用交易所的話 批量購買現在會給你看到你批量購買的總數量 然後你如果用交易所賣不掉的東西想要取消的話 你也可以一次全部取消 然後在能力值的部分 無視靜遠魔法傷害趴數現在也會列出來給大家看 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韓服天堂M11月2號的更新介紹啦 那昨天公告的就是因為梨泰院事件而取消的萬聖節活動 然後取代的這個開道活動目前就還不知道 這個可能要等之後才會知道囉 那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 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是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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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孚 阿 尤